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佳南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艺人徐若轩2014年和新加坡富商李云峰结婚 育有一个宝贝儿子Delton 他在怀孕过程中在床上躺了超过四个月 双脚一度失去站立功能 最终生下健康孩子 足见母爱如此伟大 如今他似乎又遇见难题 突然发文要大家给他集气 徐若轩突然在IG发出黑底白字 不要问我为什么 但我现在很需要很需要大家为我集气 我明天不能失去 我会闭着眼睛祈求 请祝我成功 感恩 自立行间都能感受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让许多粉丝都非常担心 回顾两周前 徐若轩透露 自己胃食道逆流发作已经超过一个月 为了顾好自己的胃病 许多食物都必须忌口 平常吃的东西除了水煮青菜之外 就是水煮蛋 时隔两天 他再度发文写下 原来我没有自己想象搬钢铁 有些事 不是你坚强起来就会有用 但我相信 我一定可以好好的再站起来 Yes I can 徐若轩 徐若轩在演艺圈经历了许多的坎坷 她的故事也吸引了很多人讨论 今天嘉南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她的人生经历 徐若轩 原名徐淑娟 1975年3月19日出生于一个十分普通的家庭 在四岁时 曾以长相甜美 而在被某导演赏识 与难忘的一天中的林青霞 有过短暂的接触 之后就爱上了拍戏 儿时的徐若轩为了能改变家人的生活状态 拼命赚钱 那段岁月是不属于她自己的 因为家人需要她的照顾 这种顾家的性格始终伴随着她 这个过程虽然辛苦 但看到家人幸福的笑容 就是对她最大的慰藉 父母没有稳定工作 为了配合家庭和公司的路程 徐若轩每年都要被迫和父母搬家多达数十次 这一位徐若轩后期拍摄特殊写真集 而埋下了伏笔 简直是一言难尽 从小顽皮不爱学习 憧憬着明星梦发财梦的徐若轩 为了让自己和父母不再受苦 加入了综艺节目青春大对抗中 做了助理主持 在节目中 徐若轩和另外两名女孩组成了小猫队 来唱歌跳舞颇具人气 后来公司也找来吴奇隆 陈志鹏苏友鹏组成小虎队 来为徐若轩做配角陪衬 奈何天公不作美 陈佩斯在主角与配角中所说的 神气什么 说实在的到了舞台上 那还得看谁有戏 很快就被打脸了 小虎队的名气很快就超过了小猫队 此后便脱离综艺节目而加入飞碟 还发行了专辑 之后小猫队的名气开始江河日下 徐若轩也因此没了工作 凭借着之前的名气 徐若轩因样貌俊秀 声音甜美而签约飞碟 和吴奇隆做了同事 没有舞蹈基础的徐若轩 在配合MV的拍摄中 要经常跳不堪入目的舞蹈 然而却意外地引起了吴奇隆的注意 吴奇隆对这个傻得可爱的女孩动心了 也默默开启了追求之路 某天徐若轩受邀到吴奇隆家中做客 因喝了一杯冰可乐而导致牙疼 年轻的老司机 吴奇隆借口为他取暖 而顺势给了徐若轩一个热吻 也成就了自己的初恋 那时的小虎队已经颇具名气 却因为过于年轻 而不被公司允许谈恋爱 时常偷偷摸摸 按送邱波的两人 被陈志鹏发现制止 吴奇隆为了未来的演艺之路 选择了分手 并官方解释说 我妈妈认为我们并不合适 失恋的徐若轩想起了父母的不容易 而将重心放在了演艺事业上 苦于没有人脉的他 了解了李立正的事迹后 竟然也效仿了起来 在那之后 他正式和徐淑娟这个名字说再见 改名叫徐若轩 寓意为像玉一样纯洁无瑕 和后期的作品相比略显讽刺 那几年徐若轩在桃色天使中 大胆展现身材 满足了诸多男人本色的味道 也因这不息而引起了多名导演的关注 算是正式进入了演艺圈 此后又受知名导演想要相继拍摄 赤裸天使 魔鬼天使 而完成了天使三部曲 在这几部戏中 徐若轩像李立正一样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 那段时间 徐若轩被贴上了很多难听的标签 来找他的导演 要求所拍的电影类型一模一样 而这些经历也让徐若轩真正的以托成名 这时候的徐若轩陷入了唬闷中 他纠结是继续走这样的路线 还是回归正统拍一些传统电影 毕竟这时徐若轩才满20岁 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通过天使三部曲而成名后 公司为了盈利而建议徐若轩拍摄 全国写真集天使星 为了打断徐若轩的犹豫心理 公司还以公责理会来举例 一番思索后 徐若轩为了获得更大的名气 更多的财富 让父母过好的物质生活 而答应了公司的要求 一段时间后 天使星出现在大家的视线 许多画面都极具诱惑性 并满足了男人本色的心理 徐若轩也顺利成章地满足了内心的渴望 在享受着物质名气带来的奢华时 也深陷某类演员的漩涡 他已经摘不掉那些标签了 为了摆脱这些标签 徐若轩受公责理会的启发 前往日本发展 在日本 他度过了自己相对复杂的一段时间 在这里摘掉了难听的标签 但是也遇到了一段失败的感情 据徐若轩与某综艺节目中的回忆 在日本工作得到了极好的发展 并且和Sugizo成为了情侣 然而在某次回家后 他却发现Sugizo和一名陌生女子 从浴室中走出来 被气到发抖的徐若轩 随即结束了这段感情 离开了日本 徐若轩的事业在顺利了一段时间 不过后来就便遭遇瓶颈 以致无戏可拍 原因在于徐若轩在某发布会的采访中 为了感谢之前在日本的发展 而说了一句 日本对我而言就是如同养母般的存在呢 这句话惹怒了许多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网友 很多人也因此开启了粉转黑的路线 虽然徐若轩后续针对此事做了解释 但始终未收获网友的原谅 时至今日徐若轩也失去了以往的辉煌 没有后台人脉的女星 成名之路是十分坎坷的 尤其是曾经有过不光鲜历史的女星 想要洗白就会难上加难 可不论何时 作为公众人物都应该为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 否则几经辛苦经营起来的名誉 便会一招而化为无有 虽然事业上失利 然而徐若轩在感情上却是比较幸运的 后来她遇到了一辈子的真爱 马可波罗海业集团主席李云峰 对方年轻帅气充满活力 丝毫没有商场男人的那种刻板狡猾 对方对徐若轩一见如故 很快展开追求 但徐若轩内心中还是有些矛盾 始终在纠结着 李云峰出生印尼 家族经营煤矿生意 之后业务不断扩大 海运就是非常重要一块 八岁远赴新加坡读书 之后留学澳洲 这让李云峰从小就见多识广 之后更是独立负责家族海运生意 事业成功的同时 李云峰也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 并且有了两个女儿 那时候的她也只有三十出头 但可谓经历十分丰富 常年在娱乐圈打拼 让徐若轩见惯了女星与富豪的分分合合 而她又是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女人 甚至一度不敢奢望这辈子能够拥有婚姻 她只想让家人幸福就足够了 没有过多考虑过自己成家 但对方的一个举动 彻底征服了徐若轩的心 当时恰逢李云峰生日 徐若轩也以朋友的身份参加了晚宴 但突然李云峰女儿发烧打来电话 李云峰二话不说立即赶回家照顾女儿 这让从小就十分顾佳的徐若轩莫名感动 并且在那一刻真心接受了这个男人 她表示这个男人跟我一样超顾佳 跟家里关系很亲近 我看到他帮女儿吹头发 我吓一跳 原来这世上可以有这种爱 两人不久后在巴厘岛举行了盛大婚礼 而男方父母对于这个儿媳也非常满意 并送上了价值千万的钻石项链 手链和戒指作为礼物 当时婚礼邀请了一百人参加 大多是两人的亲朋好友 而徐若轩的朋友林心如 任达华等均有出席 当时夫家把所有嘉宾安排在五星级度假酒店中 而且不收礼金 整个婚礼盛大而浪漫 老公李云峰还特意谱一首曲 徐若轩填词 作为婚礼主题曲 名字叫做直到遇见你 感动了无数在场嘉宾 两年后两人的儿子出生 再加上李云峰与前妻所生两个女儿 一家五口可谓献煞旁人 作为继母的徐若轩与两个女儿也是相处融洽 如同亲母女一般 但就在这个阶段 老公李云峰的事业却遇到了危机 2016年全球海运持续不景气 李云峰的公司也陷入债务危机 此时的徐若轩立即着手付出 一方面安抚老公会与她共进退 同时积极受身为付出做好准备 以分担老公的经济压力 在他们的努力下 最终得到投资方注入资金 危机得以缓解 但家族控股也有原来的62% 被稀释到了6% 说白了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已经不是李云峰了 李云峰如果不这样做 公司将面临清盘的可能 虽然必须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但我们已经承诺要挽回公司 也珍惜所有的信任和出资给我们的股东 而这一路徐若轩始终与老公站在一起 成为她的身后最坚强的后盾 这一点也让李云峰非常感动 徐若轩表示 我没想过做贵太太 女人要有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成就和自我的肯定 如果老公公司真的破产 我也不怕 大不了就是一无所有 我们从小就是从一无所有来到这个世上 共同经历了这么多 也让两个人在婚姻中更加坚定 或许这才是婚姻最大的魅力 共同进退 相扶相携 财富也许会消逝 但两人的感情却越来越牢靠 也才有底气走完这一生 这本身就是一件最浪漫的事 徐若轩的事业和感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不过 好在最后她也遇到了相守一生的人 这对于曾经被贴上某类演员标签的她来说 确实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下期视频就会 下期视频我们再来 以上 下期视频就会